我说要开刀就有这样子啊 然后这里两支vain啊 他在一起所以你摸他的时候你感觉到比较重 啊像静电静电的静电的感觉的 能用的fistroi就打进去了 吃针慢慢吃针吃针了到最后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子了 就现在还能吃吗 不能了坏去了 我是villian我今年28岁我来自京城 我是一个生病患者 你是 几年前几时开始 患上这种生病 14岁的时候 也就是 那时从都的年中下期 那时我是因为 我一直呕吐我不停啊 一直发烧呕吐说那时我去看医生 很不幸的吃了一种药 就是他allergy了我的咯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吃了下去以后呢很快的就产生了那种 作用在那边了就是我整个身体突然间僵硬了完 然后我的形象已经 僵硬去 我的眼睛一直都是看着天空了 所以那时候就感觉性愿了 然后他软发出来就是讲我的腰子已经萎缩掉了 就是因为energy的关系 像你 你生了开始呢 你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变的 那个我们要死啊他的生活可以讲是 都得力全部 变到完咯 可以讲是 很恐怖就对了因为 我真的很不能接受过因为 要几身这个 这个这么样的问题啊就是 我从来从来我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了咯 因为几身 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恐怖的这个经历了就是他会拿两只身 就知道好像 铁丁一样这样粗这样长嘛就是 每一次都会刺进去然后 去洗你的血哦 刺进去哪里呢 手 你这个手上是怎样刺的 他是两只针哦 一只是这里 一只是这里他是 这只针呢刺进去呢就是给他的血出来 然后 把那些脏脏的血出来啦 他通过一个machine 然后叫做假的经历就是filter 将那些血洗干净之后再就送我进去 身体里面 你这只手 这样子 一中 大概洗了多久了 这只手 十年 十年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一直吃的那关系啊 如果是这样子吃的话 现在还可以帮胜吗 已经不能了因为我们是 我们如果是要 做这个 打铃进生素的话呢我们是需要 开刀然后将我们手针两条 接做一条 因为如果是我们普通平常人的手针的话呢 他那次生刺了之后 他的血是不够力不够劲的咯 所以我们是要把他两条的血针 装作一条 所以他的 力度就很大 这样子 你这十年 你说 已经不能再 再吃了 这样你再吃哪一只手呢 另外一只啊 这还没有开始吃是这样子吗 啊对 这个是还没有开始吃过的时候 要会不会吃了另外 又十年的话 就像那只这样子 一定会 这样子过后 应该要 过后如果两只走多这样 应该怎么办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 开个是做CAPD洗肚子 我们叫CAPD 其实他就是做洗肚子啊 还有的不试的话就是去 去做transplant 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 你会 你会平常穿衣服都需要盖起来吗 啊 通常出去都会 OK OK 像刚才你说洗肾了一个 一个礼 每一次洗要洗多少个小时 一次啊 他说要看情况的 如果是在私人医院的话呢 他们会一个礼拜洗两次 一次 四至五个小时 如果是在政府医院的话呢 都会三次 一个礼拜每次四个小时 一个礼拜要三次这样 对 如果一个月大开 平均开销要多少 平均开销 一个月 可以自己去承啊 一次 如果是在政府医院的话呢 就比较便宜 如果是在私人医院呢 一次的开销最早都要 最便宜啊 好像 磁机那些要五十块钱 嗯 如果是那些贵的一次 参当里打到 我们叫做补生 那些打到来要差不多 三百块 OK 这样一个 一个月就差不多两千 五至三千 这样子 因为你是 如果这样子 会影响你工作方面 一定会影响到 因为我们 如果是调整过来问呢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允许一个员工 一个礼拜 跟你拿几天的假期 是没有可能的事来的 OK好 这样子 你对那些 还好的伸张的人呢 有什么 忠告吗 就是 钱呢 是一定要赚 对 但是呢 没有医药东西是比自己的健康来的更加重要 健康就是最好的财富 看着你说 医生的那门心抽着血出来 过后再洗 他是用什么水 熬 熬水 对 那些都是在那些医生中心都用到熬水 对 他们医院很鼓 最鼓励的就是我们用熬水 好 OK